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二宣布 政府及公營機構會於七日回歸26週年當日 提供多項優惠及活動 給市民共慶回歸 九巴下日想童遊活動 將於7月1日及2日 退出小童免費乘車日 小童可以免費無限次乘搭 九巴及農運巴士超過450條路線 除了七日之外 九巴為了等小朋友享受疫後的首個暑假 及帶動社會活動服償 下日想童遊免費乘車日 會涵蓋端午節至暑假 所有公眾假期及星期日 年齡介乎3至11歲的小童 只需要上車時以小童拔特通拍卡 活動日的車資將會免費